各位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来聊一点 不同话题的这个时间 首先我回答一些不说话话的事 你们各位可以听到音乐 所以我都会放一点音乐 现在不得不把音乐关起来 我把音乐关起来的目的 你才听得到我讲话 另外我就会这样的一杯咖啡 好大一杯 这个胶囊咖啡 所以也很快 然后我才会慢慢的去 把我想要画的图片 放在iPad里面 去寻找出我可能要选的 把它放大缩小 那经过选择以后 我会去选一些 我不常体验 不常去画的这种结构 或者是色彩的温度 或者是它对某些edge 它的处理方法 好比说像这样的 今天如果这个 最要处理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三张 这一张就非常接近这一张 戴个帽子 这张非常接近这一张 它是一个low key的一个法画 这一张呢 它有很多edge 所以它很可能会 轮于剪贴的方式画上去 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呢 我们必须要先想好 综合两个方式来讨论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key的key值 到底是high key还是low key 好我喝杯咖啡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里的所有的光影 都不是很明显的 这样的光影都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呢它又跟high key 像这样的东西叫high key 它跟high key呢非常接近 但是呢暗面非常多亮面非常少 可是它又不太一样 那如果呢以low key来看呢 它非常亮 但是呢它某些部分的色彩呢 这个部分的色彩跟色温非常接近 明度呢从4.8到5.2都非常接近 可是呢这个的明度呢 就差异非常大 那有些朋友问到明度的差异 这就叫明度的差异 这是明度表 那我们知道从最亮一直绕一圈到最暗 几乎这张都有 色彩的温度呢 它又不一定一样的 所以在红蓝黄三个颜色里面 红蓝黄里面我们去把它归纳出来 它可能是偏于这一色 偏于这一色呢 它的色彩呢 它又不是覆盖到大部分 不像这幅画 它覆盖到大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 也就是说我想来试试看 这样的一个色温 它的色块并不是这么大 色彩的温度呢 也差异不是很大 我用什么方式呢 让这样的东西能够画出不同的感觉 而不是只有形状 把这样的感觉能够埋藏在画布里面 然后传递给来看画的人 来我们来试试看